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廚房想介紹一個可以治療以水不平衡的秘方 這是第二輯 因為之前我有介紹過用黑豆和白米炒 這次秘方非常簡單 我只需要用雞蛋、冰糖和水就可以做到 而且這次秘方是我媽媽自己的親身經歷 每次有耳水不平衡的發作 都會做冰糖燉蛋 方法非常簡單 我秤給你們看看蛋 我現在用這隻蛋 因為蛋有分大小 我現在用這隻蛋大概65克一隻 我用了6隻蛋 因為我做5至6人的份量 如果你們是做自己一個人的份量 可能你用一隻蛋 至兩隻蛋 就可以了 我們要秤一下冰糖 冰糖 沖洗一下之後 就可以放進水裡 由於我用6隻蛋 我用了660克的水 然後再加上冰糖 我用了140克的 這樣才夠甜 但是其實冰糖的份量 用多用少 都隨你們自己的口味 但是不可以太淡 因為基本上你們是需要吸收蛋的營養 以及要吸收一些糖分的 我們就先溶化了冰糖 我們就熬熱水 然後就關火 讓它溶化了 然後攀凍的時間 我都用了差不多2個小時 差不多到你看到糖水 摸到糖水已經凍了 我們就可以打蛋 打完蛋之後 我們就可以發勻它 我媽媽這個耳水不平衡 她自己已經有幾十年了 她跟我說 但是她的情況不算嚴重 她只是覺得有少少輕微的頭暈 而且經常覺得耳朵好像有聲音 她每次發作的時候 她就會做這個燉蛋 而且她每次一做 就會做很多 因為可以一家大小一起吃 都可以當作甜品 而且很好吃 我這次用了6隻蛋 我媽媽說她以前做 她有時用10隻蛋 有時做了之後 吃不完 你也可以放在冰箱裡 第二天吃 但第二天我相信 最好是翻熱才吃 我們先打勻蛋 打勻蛋 打勻蛋 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第二個步驟 就要拿糖水出來 而且這個燉蛋 都會感覺是有點很膩 所以你不能吃太多 其實呢 份量是一碗 已經很足夠了 你加糖水下去的時候 糖水已經凍了 我們加進去 你就可以攪勻它 但是呢 就不需要一定說 要加完全部糖水的 你可以一邊攪勻的時候 視乎你覺得 它的濃度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對 就可以不用加完 其實最主要的份量 蛋和水的比例 蛋是一份的話 水是1.5 或者是2倍 這樣也可以的 然後呢 我們攪勻之後 即是糖水和蛋攪勻之後 我們就用一個篩 就可以隔一隔 然後呢 我就會放一些 我要用來蒸的 或者一個小燉鐘 你用篩隔了之後 然後呢 那些蛋呢 做出來會比較嫩滑一些 還有表面也會更漂亮 所以跟我們平常 很多時候蒸水蛋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用一個細隔一隔 還有如果它的表面 有些泡泡 你也可以輕輕用匙巾 筆了那些泡泡 你蒸出來 樣子就會很漂亮 很平滑的了 還有呢 就要蒸的時候 就可以用一塊石紙 蓋在上面 就可以避免一些 蒸的時候的倒汗水 會掉到蛋裡 令到它不漂亮 由於呢 我呢 今次這裡我做了五個碗 有兩個碗 它的蓋子比較厚 所以我全部都用了石紙來蒸的時候 就變了不會說 一點熟一點不熟 那些碗的大小 其實最好 就是大家是相同的就最好 那水滾 我就把那些 一粽粽的燉蛋 放在鍋裡蒸 放了下去之後 那個火就可以調到中火 用中火煮10分鐘 10分鐘之後呢 我就會關火 油去焗 焗了10分鐘 關火的時候 你也不要開蓋 油去焗了10分鐘之後呢 我們才開蓋來看看 那你就可以用筷子 或者牙籤刮下去 就試試它熟不熟 如果你刮下去它是不熟 你會看到有些蛋漿 那如果它熟 你刮下去 你會拿上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看到有液體 那而且呢 這個很好吃的燉蛋 是又可以幫助 耳水不平衡 但是呢 如果是怕吃太甜的 例如是有糖尿病的人 就不可以吃太多這些 因為它太甜了 那或者你可以吃少些 又或者 你可以用我之前的黑豆 那個方法 那是很亂滑的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可以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頻道 然後呢 你看看 很亂滑 還有呢 我都會喜歡在夏天 將它雪凍做甜品 如果是有耳水不平衡的 那當然最好就是熱吃 還有呢 在我的頻道裡面 我有很多不同的播放清單 那我每次拍完影片 我會把我的影片 就跟不同的主題 就放到一些播放清單裡面 那另外我其中有一個播放清單 就叫交遊樂 那它裡面呢 就有一些 本地的行山片 和水上活動的片 那風景都很美的 那如果有時間的 你也可以按進去看看 還有按進播放清單裡面 看影片都很方便 那因為它會一連串的播放 那在我的影片下面 有紅色訂閱那個位置 那按了之後 按旁邊的小鐘 選擇全部 那就訂閱成功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還可以Like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